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世界故事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古罗马斗兽场 野兽与决斗士的真人秀 2.哥伦布航海 寻找香料 撞见新大陆 3.维特鲁威人登陆 火星上的第一步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古罗马斗兽场 野兽与决斗士的真人秀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古罗马时期 最火爆的娱乐节目 斗兽场 这可不是你们现代的真人秀那么简单 这是一场生死相伯的真人秀 有血有肉有汗水 当然 偶尔还会有点泪水 首先 让我们来设定一下场景 想象一下 你穿越时空来到了古罗马 太阳之热 人群沸腾 你走进了那个著名的原型剧场 科洛塞姆 这里 可是古罗马版的超级晚现场 观众席上 挤满了热情的罗马市民 他们来这里寻找刺激 寻找娱乐 当然 也寻找一点点残酷 斗兽场的节目多种多样 从野兽之间的战斗 到角斗士之间的对决 甚至是决斗士对抗野兽 这些角斗士 有的是战俘 有的是奴隶 有的甚至是自愿者 他们为了荣耀 自由 或者是一大笔钱 愿意走上这个可能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场的秀 而野兽呢 他们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小猫小狗 而是狮子 老虎 熊 甚至是鳄鱼和河马 这些动物被从遥远的地方运来 有的可能还从未见过人类 他们在这里的唯一使命 就是为观众提供最原始的娱乐 有趣的是 这些角斗士和野兽的对决 有时候还会加入一些特别效果 比如 为了让战斗更加逼真 主办方会在场地中放入一些机关 比如突然弹出的锚 或是打开的陷阱 这些机关不仅让脚斗士们头疼 也让那些可怜的野兽措手不及 当然 这些血腥的场面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有些罗马人对这种残酷的娱乐表示反对 但他们的声音往往被大多数人的欢呼声所淹没 毕竟 在那个时代 斗兽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磁铁 吸引住各种各样的人前来观看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斗兽场也是一个政治工具 皇帝和政治家们会利用这些游戏来讨好民众 提高自己的人气 毕竟 当人们忙住为他们喜爱的角斗士 或是惊心动魄的战斗欢呼时 他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政治上的不满了 所以 各位 这就是古罗马斗受场的一个小小剪影 它既是一个娱乐场所 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缩影 当然 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感到好奇 记得穿越回去的时候 带上一个时空稳定器 不然 你可能就成为下一场秀的主角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哥伦布航海 寻找香料 撞见新大陆 哦 哥伦布 那位意外的伟大探险家 他的故事可是充满了意外和误打误撞 想当年 这位意大利籍的航海家 手里拿住一份地图 嗨嗨 或者说是他的想象地图 满腔热血地向西航行 心中梦想着找到前往亚洲的新航路 结果却撞见了一个 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新大陆 哥伦布的故事 其实可以看作是一场史诗般的误会 他坚信 地球比当时学界 普遍接受得要小得多 因此他认为从欧洲向西航行 直接到达亚洲 是完全可行的 当然 他的这个理论 有点像是现代人坚信 地球视频的一样 有趣 但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1492年 这位大胆的航海家带着三艘船 妮娜号 平卡号和圣马利亚号 从西班牙出发 希望能找到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航道 以便获取香料和其他珍贵商品 当时的欧洲人对香料的需求 简直可以用疯狂来形容 他们对胡椒的热爱 大概就像现代人对咖啡的依赖一样 然而 哥伦布的航行并没有如预期那样抵达亚洲 而是在今天的巴哈马群岛附近登陆 他误以为自己已经到达了印度的外岛 因此将当地居民称为印第安人 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可见这场误会之大 哥伦布在随后的几次航行中 继续探索新大陆 但他始终 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大陆 直到他去世后 其他探险家如亚美利哥 维斯普奇 才开始意识到这片土地的真正意义 并最终将其命名为美洲 以维斯普奇的名字命名 哥伦布的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 即使你的计划不够完美 结果也可能出乎意料的美妙 当然 这并不是鼓励大家都去迷失方向 而是提醒我们 即使是错误的假设 有时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 只是 别忘了 这些发现 可能伴随着一些不那么愉快的后果 比如 对原住民文化的破坏和殖民主义的扩张 这部分就不那么幽默了 所以 下次当你在寻找超市的香料区时 不妨想一想 如果你像哥伦布一样走错了方向 你可能会发现什么新奇的食材呢 只是 别真的迷路了 毕竟 我们现在有智能手机和GPS 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维特鲁威人登陆 火星上的第一步 各位亲爱的地球居民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维特鲁威人登陆火星 这是一个让所有太空探险迷心跳加速的话题 维特鲁威人 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古罗马建筑师的化身 但实际上 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太空英雄 想象一下 经过几个月的太空旅行 这群勇敢的太空人 终于踏上了红色星球的土地 这一步 不仅仅是人类的一大步 更是人类对于太空居住梦想的一大跃进 当然 这一刻也让我们想起了 另一位伟大的太空探险家 尼尔 阿姆斯特朗 他在月球上留下的那个脚印 现在看来 简直就是太空版的 跟着脚印走游戏的起点 维特鲁威人的登陆 不仅仅是科技的胜利 更是人类对于未知的好奇心 和探索精神的胜利 他们在火星上的第一步 可能有点笨拙 毕竟火星的重力 只有地球的38% 想象一下 在那里走路可能就像是水中舞蹈 或者是太空版的芭蕾 但这笨拙的一步 却是开启了人类 在火星上建立第一个永久性居住地的序幕 当然 这些太空人在火星上的生活 可不是喝住火星版的摩卡咖啡 看住地球升起的浪漫景象那么简单 他们需要面对的是严酷的环境 复杂的生命支持系统 还有那些可能会让任何人发疯的火星沙尘宝 但是 正如历史上的探险家一样 这些挑战也成为了他们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 这些维特鲁威人不仅仅是太空旅行者 他们是建筑师 科学家 工程师 和梦想家的完美结合 他们在火星上的每一项工作 每一次实验 都是为了让这个遥远的星球成为人类的第二个家园 他们的故事 将会被后世传送 就像我们今天 仍然记得那些伟大的海洋探险家 和他们的航海故事一样 所以 让我们为这些真正的现代先锋者鼓掌 他们不仅仅是踏上了火星 更是踏入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而我们 作为地球上的观众 可以自豪地说 当维特鲁威人在火星上走出那一小步时 我们在地球上也跟着他们的脚步 迈向了一个全新的未来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古罗马斗兽场 哥伦布的航海以及维特鲁威人登陆火星的历史时刻 这些故事展示了人类对于冒险 探索和突破的渴望 也展示了人类的勇气和创造力 古罗马斗兽场是一个充满刺激和残酷的场所 它展示了人类对于血腥娱乐的渴望 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现实 哥伦布的航海则是一场误会和意外的冒险 它的错误假设最终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大陆的发现 维特鲁威人的登陆则是人类梦想和科技的胜利 它们在火星上的探索和生活 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和前进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人类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和创造力的种族 我们不断地寻找新的挑战和突破 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太空中 我们的冒险精神和求知欲望 驱使着我们不断前进 不断超越自己 不断追求更好的未来 所以各位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有梦想和冒险的渴望 是否也想像哥伦布一样 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寻找新的挑战和机会 让我们一起讨论 一起分享 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